有民眾在屏東車站看到月台LED車序牌疑似故障 出現了一個大問號 照片PO上網之後不少網友笑稱 這是瑪利歐真實版嗎 還說撞一下會掉台鐵便當嗎 不過台鐵表示車序牌使用至今 已經接近9年屬於自然耗損 近期就會維修喚醒 月台上抬頭一看LED車序牌出現一個大問號 地點就在台鐵屏東車站 民眾看不懂腦袋接連冒出更多問號 只好PO文讓網友來解答 方方正正車序牌加上問號顯示 大家看了創意無極限 有人說是瑪利歐真實版 還有人說撞一下會掉台鐵便當 更有人開玩笑可能冒出來的是站長 是屬於那個自然耗損 所以說有一些民間故障的時候 就可能不規則的顯示 原來這個車序牌104年使用至今接近9年 因為耗損導致車序2號顯示不完全變成問號 我們看不可以問號 你現在也搭這個地方 因為我是經常搭的人 我不是那種臨時搭的人 所以那個耗資對我來講不會有影響 因為我自己可以找到我其他可以用的地方 LED車序牌可以動態改變 是為了方便旅客不讓車廂停靠位置 距離檢票口太遠 不過有網友表示 屏東車站的數字不會改變 LED顯示其實並不實用 車序牌常年使用自然耗損顯示出問題 冒出一個大問號 民眾看了也跟著滿頭問號 記者蘇世偉 屏東裁縫報導 好